歡迎收看大愛五天新聞 我是任江珍 以生命來延續生命 在台灣目前有9000多人 等待器官移植 一名37歲單親媽媽 去年因為腦動脈瘤破裂而過世 家人決定器捐捐出她的心臟 肝臟 眼角墨等等器官 一愛人間 談起這個決定 家人不回也無憾 37歲的春英 是個堅強的單親媽媽 在菜市場擺攤 一年前意外惱死 她的母親羅女士 萬般不捨之餘 做出器捐的決定 她崩潰了 也是要救一些人 看人家很多人都沒有器官在等待 我也是很想多幫忙別人 白髮人送黑髮人 羅女士回想還是很心痛 然而一念善心造福了八個家庭 她並不後悔 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 移植登陸中心的資料 全國9588人排隊等待 其中排腎臟7372人需求最為破戒 劉女士的女兒小時候甚衰竭 接受移植之後才告別苦痛 因為她然後我女兒就不用再洗腎 因為洗腎的那段過程 真的是很痛苦也很辛苦 感恩捐贈者的愛 轉移給受贈者 讓許多的生命故事未完待續 大愛新聞 而這實在是太瘦了原來健康出警訊 小學三年級的盧小弟體重只有15公斤 和一般平均值22公斤比起來 她足足少了7公斤 就一檢查醫師發現了盧小弟中耳積水 腺樣體和兩側扁桃腺肥大 導致兒童呼吸睡眠中止症 原來是睡不好 養不胖 妥善治療後三個月內 她長肉5公斤 想要表達心中的感謝 9歲的盧小弟畫了可愛圖畫 寫上謝謝醫師阿姨字句 說自己長肉5公斤 希望能夠藉由我們的幫忙 能夠讓他在成長的時候 能夠更順利一點 也讓這個家庭他的負擔能夠變小 盧小弟發展遲緩 爸爸患有智能不足 媽媽是新著名 他就讀小學三年級 體重原本只有15公斤 生長曲線落後其他孩子 我小學二年級 我20公斤 怎麼養都養不胖 癥結點在哪 醫師發現盧小弟聽不清楚 抽絲剝繭 發現病因不單止是中耳積水 小孩子他如果腺樣體和扁桃腺 都肥大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出現 我們所謂的兒童的呼吸睡眠中止症 變成他要進行呼吸動作的時候 有很多的阻力 呼吸肺力耗掉許多成長能量 醫師替盧小弟移除病灶後 呼吸改善睡眠品質提升 三個月內盧小弟長肉5公斤 家長終於放下心中大食 大愛新聞黃子玲 廖學信台中報導 提到了膠香酥脆的薯條 麵包民眾總是好難抗拒 但是裏頭釋放出的丙烯錫胺 恐怕增加致癌風險 歐盟實施新法規定食品中的 丙烯錫胺含量 禁止薯條或是麵包 烤得太過焦了 對此食藥署也提出回應 把吐司放進煎烤機不到幾秒鐘 就能看見漂亮的膠色條紋 但還是有不少民眾 要求表面再酥脆點 溫度220 但是如果說你要酥脆度的話 就時間就拉長一點 含有澱粉類食品 因為氨基酸跟還原糖作用 高溫烤炸越久 釋出越多致癌物質 歐盟11號新法規定 要求業者減少丙烯錫胺含量 薯條白麵包不能退焦 咖啡 餅乾 養育片等食品 也要在一定規範內 如果說大量的話 它會增加一些癌症的風險 比如說腎上腺癌 肺癌 然後很多種癌症的風險 1顆60公斤成人 你一天吃的丙烯錫胺 不要超過156微克 但焦化程度多少 以及食品含量民眾怎麼算 依舊無法量化 食藥署105年針對丙烯錫胺食品 發布參考指引 只能要求業者自主管理 你看歐盟新的法規來講 它也是如果被檢測到 有超過限量標準的 這些丙烯錫胺的產品 它也是要求業者要立即提出 改善減量的措施之後 才能再進行這個生產加工 丙烯錫胺被世衛組織 列入高致癌風險 全球還沒有針對食品超量 進行開罰 除了要求業者從源頭改善 民眾對於太焦太油炸的食品 還是少碰微妙 在新聞周圈克幸志台北報導 好 談到吃老人家要怎麼吃 高雄有衛生所開辦 引法健康飲食專班 邀請長輩來上課 愉快地用點心 看得出來嗎 75歲的陳菊阿嬤 是家中的大主廚 我們早上都在上班 我找人來煮 4點5人來吃一塊 你回去吃 我們孫子高中去回去吃 5點我們家人下班就在吃 再來7點我們家人吃飯 再來10點我們下班回來吃 都吃4遍 天天煮飯資深家長不嫌累 還去參加了社區課程精進廚藝 不過怎樣吃得健康 長輩有注意 少鹽少油 不只少鹽少油 其實針對引法族 到底該怎樣吃 營養師這樣說 糊狀之外還可以提供口感 所以馬鈴薯就是切塊狀或者是丁 然後還有為什麼要特地選這個蘑菇呢 最主要是因為蘑菇如果它炒過之後 它會縮水像成這樣子 而且它的質地是比較好咬的 不會像香菇那一類的東西 烹煮過的馬鈴薯鬆軟 可是保持了顆粒口感 另外像是豆子打碎後在料理 要讓引法族吃的營養健康重點取這一個 打成汁的話還是建議說就是不要過濾 不要過濾才能保留那一些蔬菜 或者是水果的纖維 一些老人都沒有什麼牙齒 那像紅豆的話 就是你本來也許是煮五分鐘就好 那你就多煮兩分鐘 它就更爛了 老年人口增加避免吃出問題 各方貢獻專長 把握飲食均衡小心梗塞 才能快樂吃健康活 大新文 朱隆商場樹高雄報導 好 長者的心靈資糧也要富足 新北的金龍國小管弦樂團 就和慈禧志工合作 一起送出關懷 為翠伯新村老人安養中心 帶來活力與青春 金龍國小九人管弦樂團 第一次拜訪翠伯新村 可以練了三首長者們熟悉的曲目 大家聽得意猶未盡 這些下的這些功夫 我們不希望他就是 只是拉給自己聽 對 如果能夠自己會 然後再來奉獻給社會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 慈禺志工關懷翠伯新村老人中心多年 也帶動社區團體一起加入 就為了逗老人家開心 等一下 九歲 您今天幾歲 九十三 九十三 這樣看就這麼快樂 你看 他都不用回答 他就 笑聲 歌聲 都是參與其中的人最深的感受 蘇智偉也是頭一次來參與 不會擔心說自己的身體狀況 他還是會想上去展現自己的舞蹈 這樣子 這是讓我最感動的地方 記得這份感動 也是下次再見面的最大動力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王立晴 林怡君 謝洪章 台北報導 好 看到長者們拍手動一動 而提到什麼是對長者最好的復健 應該很多人都會說做環保 在台南 此際環保站有阿嬤及時手受傷了 依然帶著護具繼續來 也有全家把這裡當作最好的親子日活動 好 OK 回收車來來回回再來好幾袋回收物 這是親民連假最後一天 也是台南東區環保站的大回收日 這個這個這個 我幫你掃啦 這個 有民眾全家出動 小朋友把財寶特品當作遊戲 也跟著爸爸一起動手資源回收 讓他從小就知道這垃圾怎麼分類 從這個方面做起 以後我們做人處事就是要像這樣 一步一腳印 對啦 循序漸進 懂了什麼該用 什麼不應該做 和家人一起來做回收的還有這對母子黨 八年來都不間斷 吳媽媽就算手受傷 帶著護具還是做 來這裡我們在學校 來這裡我們在學校 去學校學校學校 去學校學校學校 去學校學校比較好 這樣喔 人家會比較亂想 然後這八年基本上就是 就真的是比較心寬念存 所以人其實這八年都沒有老 主要是來這邊有很多朋友 那時間過得也快 大家捨棄假期用雙手 累積出來的善行 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也是最佳聯繫感情的方法 大家請問這下美志工 台南綜合報導 而在馬來西亞 最鄰居了親子之間的情感 這是由慈濟親子班所安排的活動 探訪關懷弱勢婦女及長者 看看她們能夠做什麼 陪著阿公阿嬤一起作畫 當下的每一筆都是快樂 她借我寫給她 她說朋友像花枝 在那裡 當他們給我們那個笑 我們其實已經很滿意 我們為他們做什麼 這裡原本是孤兒院 現在轉型為收容 弱勢婦女長者的宿舍 志工從去年開始定期來關懷 這次親子班也同行 舞跳得更加有活力 當老人家舞跳得更加有活力 它也會導致他們練習 也會導致他們練習 然後我們也可以 鼓勵父母和樂隊 要有活力 握握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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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很好的 合作為父母 和兒子 跟住居住 很多時候 我們不會坐在家家 去表情我們 因為我們很傻 所以我們必須 沒有害怕 在陪伴中表達愛與關懷 也學習到最真誠的相處 大愛新聞之上美志工王日發 中開安馬來西亞報導 再看這一場 鐵人素食料理廚藝競賽 看到是青少年發揮巧思 此季美國總會 慈少們大展身手 有的其實一開始不願意 來參加慈少活動 但現在是開心主動來 到底背後有什麼原因呢 與同儕和諧快樂的料理素食 慈少長廚 個個也能獨當一面 談起往事 大家才知道 參加一年的黃心儀 最初是極度抗拒 是我爸爸逼我來的 就很不情願很不開心 但是後來我來這裡來酒之後 我就有時候就主動叫我爸爸 就是告訴他要帶我來 因為我參加酒之後 我開始享受這個參加活動的過程 通過這些活動呢 他變得更加懂得付出 有愛心 然後也更加的獨立 懂得感恩 在團隊中屬於高個兒的徐問龍 不但度過害羞階段也改變心態 從獲得志工時數的目的 轉為助人為樂的志願 她是從一個很害羞的小男生 然後在這裡來了五年 成長成為一個很有自信 很有責任的大男孩 我現在已經在蘇智 我已經在蘇智 幾年了 我感覺到我 會導致更加自信 更加愚蠢 當它提到公開話 和其他人聯繫 等等 這最後導致我 去選擇的職業 每週一次慈善活動 其實也是家長最好的陪伴時刻 鐵人料理廚藝競賽 全程見證年輕人的團隊精神 並且對他們的創意刮目相看 大愛新聞真正美志工 盧慧琪 李建群美國報導 而開口說慈濟 在這裡是說英文 全美慈濟英語志工研習會 在德州舉行 參加的志工有多種族裔 而在去年哈威風災之後 受到幫助的迪金森市市長 也特地出席分享他的感動 哈囉哈囉 全美慈濟英語志工 飛到德州分會研習 如同大愛在匯聚 因哈威風災結緣慈濟的迪金森市長 不願錯過此行 我們必須他們最重要的 他們是一個超級超級的幫助 我贈你一份感謝 你為其他人做的 我希望我們能夠 整個最優秀的 體驗 我來這裡想要學習 雖然學習 雖然學習更多 佛藝術 當我回顧 我正在這次出席 我真的學習 我學習更多 我真的學習更多 和佛藝術 14歲的多利安 以身為素食者為驕傲 理念與慈濟相同 這會有很大的影響 甚至一人 如果人們開始想 停止吃的動物 學習布施 愛語 力行 同事 四設法 日常生活說慈濟 做慈濟 更有信心 大愛新聞知識的美志工 美國報導 日常生活 這一家商店好特別 比利時第一家 非營利墓地的公平交易超市 月底要開幕了 這家店採取會員制 而且會員必須每週 都要來上班三個小時 才能保有會員資格 藉此也能夠清楚 知道自己買回家的蔬果 怎麼來的 超市裡新鮮蔬果琳瑯滿目 這是比利時布魯塞爾 第一家非營利的公平交易超市 公平交易代表許多保障 包含公平價格 禁止僱用同工或奴工 和保障安全的工作場所 並且鼓勵賣家和買家 維持長期的透明商業關係 這家超市採會員制 而且每週必須在這裡工作 三個小時 才能保有會員資格 創辦人希望買方 不單單只是消費的角色 而是能夠參與整個進貨 到買回家的過程 清除每一個輸股的來歷 讓消費不只是商業行為 而是支持公平交易的行動 公平交易超市佔地180平 4月28號將正式營運 目前已經募集到1800名會員 其中有1500人 每週都會來到這裡工作 尤其夜帶動民眾 以行動落實公平交易的理念 正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發芽茁壯 大愛新聞 黃靜廷編譯 各國都在研究長照政策 看看泰國鼓勵老人家上學去 穿著白上衣 女生打上紅色蝴蝶結 還有老師在講課 沒錯 這是一間教室 這間學校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是所長老學院 但是 他們不在乎 一直以來 泰國生育率下降 年輕人口外流 全泰国高龄人口比例13% 超过7% 是高龄化社会 距离14% 高龄社会相去不远 60岁以上的人数 今年更是第一次 比15岁以下的人还要多 长老学院老人家上课 一周一次三个月就结束 穿上毕业服 萨克今天最后一次到学校 领导毕业证书 长者学院的学生记录荣耀时刻 一群老人的孤单 集合起来是狂欢 毕业之后 一个人的狂欢就是孤单了 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做 只有狗儿作伴 空巢老人被家孤独 东南亚国家2021年 就会全部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占总人口两成 现代化社会 老人要远离孤单病痛 尝照政策 试解药 大爱新闻许书书卖编译 而这个疾病也会随着年纪 有的人眼皮垂了 不只会影响视力 也会变得没自信 问题就出在提眼机松弛 开刀能够改善 照片中的吕小姐 眼睛明显一大一小 不但影响外观 让她没自信 不敢正眼看人 甚至还严重影响到视力 我变得有点心理上 有点不太愿意跟人家正视 尤其是讲话的时候 不敢看人家的眼睛这样 她眼皮下垂之后 我要抬 她是没有什么力气抬的 我甚至每天早上 要用我的手指头 去剥我的眼尾 她才能够 睁开这样子 吕小姐虽然想开刀改善 但上网查后发现 不少网友分享 动完眼瞼下垂手术 结果眼睛反而避不起来 我大小眼更严重 让她不敢治疗 后来接受无痕眼瞼下垂手术后 让她外观跟视力 都回到正常 她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体眼器 跟默瑞斯基的位置 医师表示 眼瞼下垂主因 是体眼机松弛所致 传统眼瞼下垂手术 从皮肤切口 虽然容易操作 但恢复时间长 对严重眼瞼下垂患者 容易有术后眼壁锁不全问题 而无痕眼瞼下垂手术 从结膜切口 技术门槛高 但无疤痕恢恢复快 也能改善术后眼壁锁不全 医师说 虽然眼瞼下垂不是病 但会对身体造成头痛的影响 现在新式手术技术成熟后 将大大改善 民众困扰 大爱新闻 陈思雨张略嘉台北报道 而他们也会变老 身心障碍孩子 往往是父母最放不下的牵挂 而当父母不在了 要怎么让孩子懂 这一本是专门为 身心障碍者的生命教育绘本 双牙洗脸参加社团活动 绘本主角经历的生活 跟阳明教育院的怨声一样 也一样在周末的时候 要跟家人相聚 不过家人总有离开的时候 面对这样的生命议题 该怎么对身心障碍的孩子说 或许绘本能帮得上忙 他爸爸出车过世了 很伤心 怡和这样的个案 其实没有人跟他谈过 他父母往生的这件事 在看到这样子的绘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他非常的激动 那我们也应该有责任来教导他 该怎么应付这样的情绪 38岁的怡和患有重度智能障碍 父母亲离开人世至少10年 不会表达的悲伤 在看到绘本的那一刻 似乎得到了缓解 绘本也按照认知程度的不同 分为照片和手绘的方式 让怨声有了第一堂的生命教育课 这样的不管是绘本也好 以后他们把它变成课程的一部分也好 渐渐地他们可以了解 所以他们生活的品质 会跟我们是一样的 原来他们没办法了解的 他们会渐渐了解 这套专门为怨声设计的 生命教育绘本 未来也将捐给台北市立图书馆 和各个生肠福利机构 邀请怨声和他们的家属 一起讨论生死议题 戴信任雷亚水银豪 台北报道 为生活打拼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全台有四分之一的上班族 每个月都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 甚至有一成五的人是零存款 而在所有的开销中 食宿占了绝大部分 有些小资组为了省钱 连这个都吃了 同一个人跟我换的 这个也是过期的 它是2013年就过期的 拿出一样样过期食品 这是面面在换物网站所换来的 28岁的面面目前是研究助理 月薪只有28K 吃东西能省则省 正值的工作上的话 我差不多可以就是存到5000块左右 我对健康方面真的不是很在乎 因为我都会吃一些过期的东西 一样是小资组的奏理 生火食费 三餐自己料理还在阳台种菜 爸爸钱花得最漂亮 就是比如说3000块的东西 你去市场上买 跟你去挑好一点食材买 你可能一样买 可能买31001 3200 但是食材是更好的 这群职场省钱组 收入够不够用呢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上班族中收入大于支出只有3成6 收支平衡则是3成8 有四分之一的人却是入不敷出 想解决这样的窘境 每个月得加薪6000元 进一步调查 上班族存款前三名 统统不到10万元 甚至有一成五的人零存款 薪资账幅太慢 想投资深财 理财规划师认为 上班族可以使用无痛存钱法 回到家之后 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零钱 分门别列到不同的铺满去 当每天这个铺满存满的时候 我就拿到银行去一笔换掉 这样的 通常一般这几个铺满存满之后 到银行去换 就可以换到8万块钱 上班族还是要记得 把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收入跟支出的等式 稍微修正一下 也就是说应该是 收入先减掉储蓄跟投资 剩下的才是这个开销 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 减少物质追求 让自己善用每一分钱 也可以在薪水不涨的情况下 务实过生活 大家喜欢黄金田检元集台北报道 金田检元集台北报道 在苏格兰天空岛 天空岛的页岩上 发现了数十个恐龙脚印 时间可以追溯到 一亿七千万年前 这可能是霸王龙的祖先 所留下的 所以我们之后 一块来看看 也感恩您收看这一节 大爱五件新闻 祝您平安顺心